哇,大人哥,你真是化醉的激動喔 一跟大家分享這個00939 短短幾天,他的募集金額已經超過了300億 我想到了去年的00929 大家都說吃豆腐有益身心健康 有沒有機會帶我們再吃一次豆腐呢?大人哥 好,那祭禮作戰行情啟動 坐轎還是抬轎,你選哪一個? 金線深多空,買點定吉凶 大家好,歡迎準時收看3月5號星期二的 忍者無敵古魔力,我是主持人德瑜 趕緊歡迎操盤七世的創始人 摩爾頭顧陳坤仁分析師 大哥你好 德瑜好,大家好 哇,大人哥,真的像你講的一樣 台北股市想要看2萬點,拉個台積電就夠了 你看看這兩天,台積電發威 聯發科助攻,台積電聯發科雙強聯手之下 讓台北股市是屢創新高喔 而且大人哥分享的這個新日新啦,華晴啦,銀廣啦,全都亮燈漲停,那個紅束啊,漲停999塊,馬上就要上千斤了,另外你熟悉的像這個廣達偉創技嘉也都全部轉強囉,接下來我們怎麼繼續給他站起來呢?大人哥 好,德瑜好,大家好,那今天的台股中場上漲又是近白點喔,那我為什麼說近白點的原因是因為本來真的有白點啊 好啊,但是你看喔,這是今天中場上漲的81點,不過怎麼樣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尾盤偷偷被他壓下去的話,是誰? 是誰? 難道是?又是他啊 一模一樣的那一條? 對啊,因為台積電它就是一個護國神山 然後呢,我也跟大家說過了,反正現在目前如果把台積電把它拉到800塊好了,就拉到800多塊,就是100塊的空間嘛 那100塊的話就是讓台股可以上漲800點 所以如果到時候台積電上個800,甚至800出頭的時候 台股大盤家旋指數,你就會看到2萬點喔 所以這就是你現在看到的台積電 這就是你現在目前看到的台股大盤家旋指數 1萬9000點,很高嗎? 我認為還好,它就是一個投資價值普現的台股的部分 那這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先借我跟大家閒聊一個我覺得蠻有重要性的議題 也這是最近超夯超熱的一個議題,也就是這個 啊,939 00939,就是統一台灣高息動能ETF 那如果你有看到最新最新的新聞的話 他喊出來的那個就是募集期間的數字到昨天的晚上為止 竟然突破了300億 300億我覺得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這邊也算是與有榮焉啦 我沒有特別特別去講ETF的好或不好或怎麼樣一個想法 可是當我在跟你講到說這檔有特別的時候的話 比方說像是去年的929 那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時候,他就是月月配 然後又是有平準金 結果呢,在我們跟大家做提醒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150天突破千億元的那個規模 我真的是全市場一個熱潮 那這一次的939的話 那當然我沒有特別在我們的節目裡面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你會發現說其實你看像我去這裡 前線百分百 前線百分百啊 我覺得那時候因為他們請我幫忙 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些ETF的一些專業的知識 或許之後我們會在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 就是大人哥玩股這邊 再幫大家再做一些 就是ETF相關的內容的分享 那不過這一次的話 在939的募集期間的時候 是我去了前線百分百 然後呢 我投心朋友就跟我講說 欸大人哥你太厲害了吧 那個你才這樣剛講而已 結果他那個募集期間根本還沒有開始成立 就給他募了300億 對 而且還沒結束喔 到今天3月5號 是最後一天 是最後一天 所以到時候的規模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欸我又聽到另外一個 那個投心朋友跟我跟我生氣氣的說 啊你都幫那個939講好話 啊我們家那個某某基金的話 啊那個最近本來應該要很很熱的 結果最近好像看起來有一些失問的這個現象 啊我覺得就是反正 呃好的內容或好的一些 呃想法的話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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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重點 嗯 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重點是 任養跟作帳跟剛剛德語問我的 可不可以買他的成分股 嗯 或者是說我要怎麼樣讓投心幫我抬轎 的這個問題才是你想要知道的吧 對 好來 我們來幫大家點名一下 好 這是939 939現在目前 今天是募集最後一天 所以如果你今天錯過了募集的話 你要等到他掛牌之後 就直接去盤面上面 3月20號 對你直接去盤面上面買 嗯 那你看呢他這裡面有跟你講一些相關的內容 那我等一下晚一點的時候 也會把今天上面的 古摩利把這個就是高股息ETF這篇專題 來把它放在我們的留言板 那請大家可以去我的留言板去一個觀察 就是說這檔ETF到底夯在哪裡 熱在哪裡 竟然可以募集就募300億 的這樣子一個的過程 那我先跟你講 他後面這邊啊 前十大成分股 你去看一下 來這裡 十大成分股 在他官網上面有 你會發現說 哇 這是我說的啊 委屈的聯發科啊 好棒棒 現在目前就算是1000塊以上 才20倍本益比不到的聯發科啊 這種我覺得我認同啊 我超級認同的啊 然後呢 偽創也是 今天就轉強了 手溫轉強了 大連大連勇 日月光 頭控群光 微影 星星瑞育跟長榮這些股票的話 欸 我覺得他就是一檔還蠻標準的 高股息的ETF 然後他具有一些比較屬於 攻擊性的動能 而且是攻擊性的一些 比較屬於電子半導體的族群的部分 常常不是 大部分是 好 所以我就說了 欸 這家 你就偷偷 我就不講是誰了 來 這家投信 就說 啊不是跟我一樣嗎 啊為什麼 他可以募300億 啊我為什麼現在目前猜 還多少而已 這不是應該在我這邊的嗎 那整個人 你看喔 他有什麼 長榮 瑞育聯電 聯勇 中美金聯發科 就是那個見頂歷程這些股票 那 你看喔 這些股票 我們來做一個思考題 左邊是939 啊 右邊的話是我說的那個 生氣 生氣氣 對919 我直接講了 919 然後呢你發現說 啊 939在募集的前十大持股的部分的話 欸聯發科 啊 919有 對 好來再來看 呃 林勇 林勇他也有 林勇 來 啊 我也有 啊 然後這個是什麼 長榮 長榮他也有 啊 我也有 瑞育這邊順便畫一下 瑞育也有 啊 啊 我也有 啊你有我也有 啊到底要買哪一檔 我告訴你 這個問題就回來到這邊了 你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是 嗯 誰在誰幫誰抬交 而且這只有前十大而已喔 喔 後面後面更多的一些成分股的話 是從幾乎是重疊的 然後呢你會發現一個很 呃 就是這些相關的高股息的ATF 他們選股的方向幾乎叫做是 相近似 那頂多只是插在一些微調的部分 或者說插在一些 到底誰先配置誰先買好的部分 所以 939 如果你要看著939 的這些股票去買股票的話 喔 因為他們要 到時候要成立嘛 嗯 那成立之前你先買好 要請他幫你抬交的時候的話 OK 沒問題的 但是 你在這個時間點買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無形中在幫 919去抬交了 對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就是 誰在幫誰抬交 不要那麼計較啦 但是你的重點應該叫做是 就是這一些股票喔 那到底誰比較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成長動能之下 或者誰能夠看到今年的成長行情之下的話 帶來一波漲勢或者有殖利率保護喔 那你在追求的是什麼 你自己思考一下 可是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在做的事情 並不是919在幫 呃 939在幫919抬交 或者是說你要先去買 先去先去買939的那個 呃的持股讓939來幫你抬交 我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先買好 讓投信幫我們抬交 嗯 或者我們先卡位卡好 讓全市場幫我們抬交 的這個議題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你要繼續往下停下去的 一個重點的地方了 比方說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 他 紅色 對 是不是我們才在 這個禮拜 好 又我要說又 又把它放在我們這個禮拜的週報 來給大家做分享 然後呢 今天的紅色的話 就是又漲停 然後呢再創下了 呃 掛牌以來的新高 然後呢你看 這是誰在買 投信 這就是投信在買的啊 這就是因為投信點火 所以被市場上面的買牌給他拱上去的 當然他很棒 因為他也是跟著台積電護國神山 一起去做一個成長的動能是非常明確的 因為他也是獅子城COVAS 類COVAS 那個相關的設備廠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今天很強 然後呢 他今天的話 如果他今天 不是漲停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千金喔 因為他今天是10%就漲停版 9.9%就鎖住了 然後呢 3653的 建設的話也是一樣啊 雖然他今天小跌了2.7% 但是我告訴你 這兩檔準千金 我都是非常相當看好 這個是跟大家講 就是不是只有漲的 或者是漲停版的股票 我們節目才有 那加者是最近才上千金的 我也依然看好他們 因為我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台股是多頭行情 台股叫做是千金比價 嗯 然後呢 台股的話叫做是 大家都在往上 去做一個本益比的 調升的過程 就像台積電 如果可以到770 他就是20倍本益比 那現在的聯發科 他也大約只有 差不多20倍的本益比 如果他們可以從20變25 甚至往上墊上去的話 那其他的個股 就會去做一個往上 去跟著往上去做拉抬 的這樣一個動能 就像這個啊 四星KY今天收平盤 所以整個整個那個 IP的族群的話 就比較難跟著一起去做一個 上漲的動能 那創意 他至少算是委屈 至少算是錯殺超跌 所以他今天至少也是漲了 1.29% 可是你看其他的個股的話 就比較難去做一個 跟上的動作 艾普的話小跌了 甚至像是6643的 M31今天也是跌停的 那不過我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其實現在今天的M31 可以跌停的一個很大原因 只是因為他的位階比較高 然後他今天下午的話 要召開一場法說會 那他今天下午法說會 或許有一些人 那個就是短線上面 去做獲利了結的 就把他砍出去 然後砍出去 就變成是一個多殺多 讓他今天就有跌停 可是如果你沒有追在2000塊 的那個奇怪的高點的價位 的時候的話 如果你是看著我們節目 才去做買進的話 隨便買 除非你這三天才買的人的話 都是賺錢 即使是今天跌停 你都還賺錢 當然我還是再次重申 如果你有看我剛剛盤中 跟我們的粉絲們去做分享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的M31的 所有的清代會員的部位 早就已經是逢高獲利了結掉了 我們已經出清了 對 所以他今天的跌停 不關我們的事情 不是我出的 不是我去砍的 只是真的是有一些短線客 去引發所謂的多殺多 的這樣子一個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在想到一些 那個觀看重點的時候 還跟大家分享到的地方 那當然今天的大盤很強 上漲81點 可是今天的貴買的OTC的話 就會就是資金俏俏版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貴買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於 沒有那麼樣的有利的上工 可是就算沒有有利的 上工的行情的話 你也會發現說 我們跟大家分享過的股票 剛剛不是看到了嗎 紅碩是要999 然後呢 因為鬼故事挫殺抄跌的 那個新日新 今天又漲停囉 對啊 連三根漲停板 那我再次跟你重申 我再次跟你強調一次 就是沒有折疊iPhone 到目前為止我沒看到 到目前為止 如果有跟你講折疊iPhone的話 這個要是錯誤的訊息 我看到的 我們反而之間 正在看到的一個狀況 是新日新真的有拿到 折疊的iPad的訂單 所以為什麼他這一波可以這麼樣的搶 那不要再說什麼 啊 為什麼今天那個什麼 趙利今天只有漲1.3% 或者什麼什麼 富士達今天漲了3.76% 那這就是他們族群之間的一個 輪動的過程 所以 昨天有粉絲在我的 YouTube留言板這邊去問了一些問題 那我只能說 就是真的是 比較像是一個 類股資金的輪漲輪動的過程 那前一陣子是因為華為的手機 所以趙利跟 趙利跟富士達 就強於新日新 那今天的狀況的話 是新日新剛好在趁著 摺疊iPad這樣的題材 所以他今天會特別樣的強勢 這都是事後在討論 可是我覺得大方向來說 這些挫殺 超跌的好的股票 我請你認真的去做一個關注 那我們的節目 常常會在 你看這個應該是我們的Lite 對不對 Lite常會跟大家做分享 比方說 像是那個 你看 不要等到紅盤 開高才想買 我告訴你 我看到的狀況 那些投信法人 早就已經在農曆年前 就已經先卡位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跟著上 跟著上在農曆年前 就先買好一些 核心持股的部位的時候 農曆一個年後 噴噴噴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到底要怎麼追 結果你越不敢追 結果股價漲得越高 對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Lite加起來美 Lite裡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豐富的資訊的內容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 你可以用Lite跟我做私訊的一對一 相關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 我真的因為這個Lite是爆滿的狀態的話 就像你看這個 昨天有一些人跟我要 他說周報沒有收到 他說流好久了 真的 你看你看 有實則的回憶 你看 很早就留電話 到現在還沒拿到周報 這位是劉群浩吧 那我就說 真的我們的小編跟特助是很努力在發送啊 可是真的沒有真的沒有辦法知道說 欸 請問那個 您的姓名是什麼 那跟我講之後的話我就給你了 有沒有 對後來他們都說拿到了 熊貓流 然後你看 來熊貓流裡發 然後你看這個 謝謝 然後這邊也有 你看這是Una 我找到人了 而且提供了 你看這裡 欸你看收到周報的辛苦囉 這裡也有 請告出帳號 來 是不是就收到了 所以Lite也好 然後呢 YouTube也好 那這邊 那個破解鬼故事的啦 或者是說 那個就是 欸 709T的新兵解套了 周報的分享股更強 感謝 好就是這個啦 不要問我今天誰漲停 今天誰沒漲停 誰還上漲 誰還下停 因為短線課的干擾 那不是我能 那不是我能去做左右的 就像是 發哥 我說他 千金以下是委屈 但是我告訴你 發哥也不是我拉上去的 但是很有可能是 看到我們節目的法人 或者來跟我們做 那個就是來問我 問我一些那個 發哥看法 然後台階看法 或者是跟你拿 霍利玉虎表的法人朋友 對啊 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真的是 還是回歸到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到底919跟939還是 什麼什麼什麼 56878都好 誰幫誰抬轎呢 大家都一樣 你不如自己買 然後你不如自己領先買 買完之後 讓他們幫你抬轎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你看這個是 剛剛德宇講到的 任命證版的霍利玉虎表 那霍利玉虎表裡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隱藏版的 委屈的好的股票 記得來我們的Light 右上角來去做索取 那我們的Light的話 已經就沒有廣告時間了 你可以先把我們節目按暫停 趕快把它加起來 小老鼠 DAREN888 或者直接什麼QR code 你可以先拿到新粉的好禮 那你也可以再另外可以拿到三大的好康 那三大好康的話分別是有一些 就是即時的標股的資訊 然後你有一些獨家的法人的操盤的策略 尤其是法人的看法 絕對不是你在新聞媒體上面看到那種 一般般的新聞的那些抄來抄去的 然後如果你有要跟我視訊一對一一對話 持股有些問題的時候的話 用Light 我們可以跟你做一些相關的互動跟回應 如果真的太久太久沒看到的話 你可以在Youtube那邊再跟我留個言 我再跟你做一些交流 那甚或是說你看我們的Youtube上面真的有一些 好的影片來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這些影片的話真的都是免費的 就像你看這個是主持人應該的話 主持人的話是阮木華大哥 對 然後昨天的話還上了一片 就是知名財經謝晨諺 謝博士 對因為他已經教授級的了 對 因為我們常會跟一些 專業專家們去做交流 那如果可以拿回正片的話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Youtube上面 給大家做分享 可是如果像那個非凡那種有版權的話 我就沒辦法了 我頂多就幫大家放個連結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就是 很多很多的一些資訊 我能幫大家去做一個解析的動作的話 我會盡量幫大家做解析 就像教你的操盤騎士 學起來了嗎 整個代彈 順水推舟 三順三四 後面的話 就是四不過三在做頭 或者臨門踹一腳 然後跟那個破底的那種 就是走位上策 就乾脆不要管他了 那種股票不值得你留戀 你好好換股 好好跟著我們去太陽換牆 好好跟上我們的團隊 把現在目前的行情去給他賺起來 你聽我這些苦口婆心的話 你聽了多久 聽了幾次了 還有就是下半段的聚寶期 聚寶期的話 也順便跟你講一下 我們短波又賺錢 因為散戶版指標又在做空 所以他們又被尬上去連結在這邊 或者你直接從Youtube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比較一些領先的資訊 或者把人的一些看法跟思維 跟一些比較屬於贏家的操作的內容 免費就直接給你在Light 跟Youtube分享給大家 那時間最後的話 還是跟大家做一個重申跟提醒 也就是我們的聚寶期 已經完成升級了 所以我們有更好的更穩定的績效 來帶給我們的團隊 所以當我完成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繼續再把我們的骨魔力 去給他升級 因為骨魔力目前為止 也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APP 那你只要把你的手機把它帶著走 基本上你就是下載完畢之後 你的Android也可以 然後iPhone也可以 手機就可以把它帶著走 那如果他放到吉斯多裡面去 就像你看去年的創意704 四星的話838 然後如果真的他有那種到假 然後通知你買訊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就跟你那個簡訊一樣 就跟你那個Line那個叮咚你一樣 他就會直接叮咚你 讓你可以跟著我們的訊號去做操作 精準的買訊買在704塊的創意 還有838塊的四星 不會再回來的704和838 可是會有更多更多的新的股票 這這些股票就像你看 這是紅碩 紅碩 對啊那紅碩的話 今年的1月2號的時候 他的買訊是572塊 然後今天漲停的紅碩的話是999 純金999 如果沒有漲停這個問題的話 他應該突破了 這個我不管 反正572到999他就是74% 那台積電應該沒有這個%數 只有看大做小菜你才可以賺到這個% 然後再往下看下去的話 這是今天漲停的新日星 還有今天漲停的華晴 那華晴跟新日星 我記得我們也跟大家講過N百次了 就是他就是在今年1月的時候 1月24號的時候 的買訊買在123.5 那今天的漲停的話是在224 所以如果你跟著 跟著最近這一次的古摩利的買訊的話 波段是漲81% 那如果你是跟著我們的團隊的部分的話 我也給你看一下 這次是我們的新日星 然後今天亮燈漲停板 那恭喜團隊 因為我們從最低112元買進以來 到今天的漲停正式翻倍達標 看清楚 看清楚 這就是我們之前領先去做一個買進 跟大家做分享的這個好的股票 那年初如果你可以跟著古摩利的話 或者像是週報去做加碼的話 你也有81%剛剛看到的 然後你也會有26% 所以就是我說的 早買早加入就可以早享受 你玩買的話還是有好股票 可是你就是變得賺沒那麼多 或者就是說你追高的股票的話 我也不會再帶你去做進場 這種就是鬼故事有沒有 鬼故事錯殺帶來超點買點請獲利虛報 但是新會員就等等等 請你等請你稍等 因為畢竟這邊漲停 我覺得就不適合去做的追價了 這是新日星的部分 那這是華晴 那華晴的話比較特別一點是 哇 如果跟著我們的古摩利買的人的話 這團隊會員的話 恐怕需要稍微等著久一點點的時間 那整個代彈比較久 對你看這邊有沒有246.5 然後呢這邊是243 243 239 244 你會想說 你就叮咚我 你為什麼就不把它噴上去 你為什麼就不 那邊沒有混啊混的 那為什麼要在那邊整個帶彈 這我沒辦法 我只能說 因為真的有人還在吃貨 可是我真的抓到這些在吃貨的人 那這些大人不是大人哥 是這些大咖們 這些主力們 就是要磨到你沒有耐心的時候 啪的一下給它噴上去 所以這就是 嗯 或許這是 這是古摩利厲害的地方 那當然這也是古摩利比較 呃太早 太早發現這個好股票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真的買在1月初的時候的話 需要等待時間久一點 可是等待完畢之後的話 這個我覺得它是 值得你去獲利的 因為240幾到300塊的話 也有20塊30% 所以這個是在滑行的部分 那滑行的部分的話 如果跟著我們團隊波段也可以 即將要挑戰30%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的好的股票 正在一檔一檔帶著我們的團隊 去做操作的一個主要的地方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先買好 然後呢等著市場抬轎 所以你就不用管那個什麼 到底是50幫878台 還是878幫919台 或者是939再幫919台 你接下來還有940的 對 940的持股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為這些選股的方向的話 都是在選高值利率這種 這種就是 嗯 AI的也好 然後呢 電子半導體的都好 因為這些股票就變成是一個 現在目前台股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就是委屈高值利率 跌有限 然後一跌下去就有一堆人錢要買 的這樣的現象 你聽懂了嗎 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了嗎 可是你如果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可以比他們早做好 不要等到他們都成立之後 才去買聯發科 然後不要等到他們都已經是 就是已經是 都已經配置在那邊了 然後才在說誰幫誰來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你可以好好的就是 我也說過了 你可以選這些好的基金 或者你可以努力的去研究好的股票 可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好辛苦好累 到底要買929 9399 94099多少的 那你不妨用選擇的方式 選擇加入我們團隊 那我帶你先買好 再讓基金幫我們抬轎 再讓市場的法人幫我們抬轎 就是我說到的啊 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你才可以賺得更多 那需要協助的話 用LINE 用0800來跟我們做洽訊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 邀請大家跟著大人哥 一起賺得更高 看得更遠 賺得更多 讓市場 讓法人 讓所有的散戶 都來幫我們抬轎 這不是更輕鬆快樂嗎 0800668085 0800668085 這是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你現在就可以立刻撥打囉 當然也歡迎您把大人哥的LINE 給加起來 我們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感謝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謝謝 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昆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 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